明治时代末的上骰老照片 历史时期的日本风貌究竟如何? 照片拍摄于日本明治时代末的京都清水寺 清水寺坐落在京都府东山区 鉴于那梁时期归宝九年 拥有极深历史文化 清水寺京都三大名寺之一 如今成为去京都游玩的旅客 必须去的古迹圣地 照片拍摄于日本明治时代末的农民 此时正是种植的季节 农民们在水田中插上秧苗 等待来年的丰手 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的脚步越来越快 现在很多小孩或许从小到大 都居住在大城市里 无法没有体会收获一粒粮食 所要付出的汗水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句诗或许大家都会被背 但真正付诸行动的人又有多少了 照片拍摄于日本明治时代末的 长崎沿着海岸修建的道路 一辆人力车在镜头中 长崎是个美丽的城市 但在1945年却注定毁于一旦 所有的美丽和居住 在这座城市里的人 都为日本近代的野心家 制造的入侵行为所买单 照片拍摄于日本明治时代 末的一个沿海的渔民居住地 这些依靠大海而生的渔民们 每天清晨或者傍晚出海打鱼 然后将这些海产品运送至市场 或者内陆地区贩卖 照片拍摄于日本明治时代 末的连舱巴翻工 该神社为1063年起建 在当时为日本武家元氏的守护神之工 后成为了连舱幕府时期的中心 照片拍摄于日本明治时代末的神户 在一个沿海小道上 一个人力车夫出现在镜头中 人力车在横滨出现后 改变了当时日本人的出行方式 后逐渐传至日本各大都市 照片拍摄于日本明治时代末的横滨 照片中是一条横滨的主角 由于横滨走入近代后文化极为偏向于西方 从而我们可以看到 旁边的建筑物日期结合得很微妙 照片拍摄于日本明治时代末的明古屋 明古屋位于日本爱之县西部 由于其位于东京和京都之间 从而也被称之位中京 明古屋不只是日本的第四城市 也是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的中京圈的中心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最多在该地面上